这一件件有着150年历史的 手工蓝染符 以及闪闪发光的黄金钮扣 似乎正在跟我们诉说着 早期三峡蓝染的灿烂时光 我们阿嬷 阿嫂他在讲的时候 就是说 阿嬷 阿嫂他在家的时候就是船船嘛 船船就是由他站水下来 站水下来他让我们在台湘南一堂 已经有一百江湖地了 所以我女婆要什么条件都知道 他就是拿一百江湖来台湾生存 三峡这一个盆地是不说很大 但是旁边穿山嘛 四季里有穿山 有山就是有大青 大青就是蓝染的原料 所以含着这水清 还有这些蓝染的原料 所以他会出这个地方 这里是三峡老字号的蓝染名店 刘杰发商店 延续曾祖父辈的传统 依旧固守在老街卖染部 来到我这里刚才发现 我们算是送门来的 我们算是最多最细细的色水 蓝蓝 还有咖啡的 还有一个红的 这四番色 这四番色的 不一樣 如果我們剛才拿色的 要高扁 十扁 照常在拿色 現在技術比較好 什麼色不配 什麼色不配 還配色 色也不一樣 因為布料的材質 跟現在的布料的材質不一樣 因為現在材質很多都是 哪一種的 化學的 早期的作法就是這樣 麻煞 還有這個 現在比較開心就是做這個飛槽 比較適合 在店裡的每一個擺設 都透露出早期染坊的歷史 想知道更多三峽藍染的故事 想穿穿看有著百年技術的藍染服 不妨來趟三峽老街聽故事兼Shopping 一舉兩得 我會想要你 你會想要你 我會想要你 你會想要你 我會想要你 那一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